很多的这个街头的 就所谓装置艺术 客家的异象图腾 都会在你的眼前 都充满设计跟巧思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 下一位贵宾上台 至此之前 我们要看一个一封信 刚刚呢 其实我们的大师也提到 他的合作伙伴 就是Yoshi 这个Ekita先生 今天不客前来 带他特别写一封信给大家 我们来为大家 这个翻译一下 好 非常谢谢这个 池田老师 他说恭喜桃园机场建议的开通 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场 具有直发性意义的 桃园机场建议担任室内设计 我希望桃园机场建议会是 以台湾持续世界化发展的指标 我们也谢谢池田先生 好 非常地用心 接着我们要欢迎这位贵宾 我想先说一个数字 99.52 在去年11月20号 系统稳定度的测试 终于跑出了令人满意的数字 99.52% 我想董事长跟所有团队 真的是相信当时都已经泪眼盈眶了 让我们欢迎桃园机场建议的 刘庚毅董事长上台致辞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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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